主要是讲到有关开放资料的部分 上个礼拜的影片 我也把它放在Moodle上面 然后总共的话我们有五段影片 就是利用开放资料做一个统计分析 所以我们其中的报告 基本上是希望 大概有几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第一个类似台北市的住宅 切到点位资讯 存档的格式的话 记得把它存档为XLSM 因为如果里面假设有聚集或VBA 如果你存出档的话 基本上那些程式部分都会消失 有几个要求 第一个就是说一定要有函数 所以想方法 你要找一个 除了台北市住宅 住宅切到点位资讯这个范例之外 你找一个有兴趣的 治安也好 或者像同学什么 对哪些其他有兴趣的 你也可以再找找看 然后呢 告诉我说 你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的原因 当然你一定会有个原因嘛 你想要知道什么答案 比如说住宅切到点位这个 其实主要是想要知道三个问题的答案 第一个 历年来的上上礼拜 我们总共至少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个历年来的104年到110年 治安到底是变好还是变不好 有没有 那得到的结果应该是溜滑提示的 有没有 第二个的话呢 哪一区的切到案件最多 答案是中山区 有没有 第三个问题的话 哪一条路的切到案件最多 得到的答案好像是中山北路 OK 所以你可能在找那个题目部分 基本开放资料上面一大堆 你可以找一下相关的 并且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 另外的话设计过程 设计过程当然主要 我会需要你们一定要有这个函数 所以想各种方法 然后书纽分析表 书纽分析图 至于本来是想说要不要加巨席跟VBR 不过这个东西对各位来说有点难度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算是加分的选项 你做了是有加分 但不做也没有关系 OK 然后最后再撰写一些心得 然后把它写在握的里面 绞交 OK 那在心得里面 尽量就是多让我知道一下 你可能做的作业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困难点 还有你解决什么问题 当然其实现在企业用人 其实也比较倾向就是说 会解决问题的 OK 可以员工 那当然呢 不是说你本来不会也没关系 因为我们是全校性的课程 所以有些同学可能是非理工的 原来本来就不会写程式 对不对 那没关系 那你可以慢慢再把 你比较不足的部分补上 OK 那你可以把你一些心路里程也许述一下 都没有关系 然后所以像有一些相关 之前同学做的 比如说像什么 他做 他对那个AED AED应该是应该知道那东西吧 是不是 那个急救的设施吧 然后他想知道说 在哪些地方 有没有放 刚好 新北市政府也有开放这个资料 所以他把它拿来用 所以你会发现这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图 然后他不只是做一个列 他还做蓝 OK 也就是说 列跟蓝的交叉分析 那得到的结果呢 他也除了用直条图数量之外 他也把各区的数量放在直条图 也就是说一个直条图里面可以 显示两种类型的资料 那这样感觉 会更加的一目了然 OK 那是最好的 那其他还有同学对什么 对票房 对物价指数 像最近物价指数涨得蛮高的 应该大家都有感觉吧 买东西好像变贵了 有没有 感觉好像什么东西都要再加上 一层服务费的感觉 本来好像只要100块 变110块 等等的 那到底这个物价指数到底涨多少 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数据 OK 那你也可以拿来做一个分析 那其他像油价 还有像地震 像前一阵地震蛮频繁的 甚至像台风 还有像交通 像捷运 像高铁 像台铁等等的 有没有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拿来分析 其他还有像什么 像这个新冠 像最近慢慢要解封了 然后还有像股市 台积电 像台积电最高大概 大概达到快700点 可是 今天我不知道涨还跌了 应该跌到已经400点以下 所以已经快腰斩了 OK 那所以是不是 投机的 投资的 不是投 投资的时间点 那还有像 国民所得 等等的 你们都可以拿是相关资料 那所以我们大概把上一个星期的资料 也许再重点回顾一下 所以上个礼拜影片 都有放在Model上面 那第一个 我是从哪边找到这个资料 还记得吧 你Google打开放资料 就会进到开放平台 有没有 所以我这边打开放资料 其实还蛮好找的 开放资料 这个Keyword Enter一下 然后第一个就是了 再来的话呢 你可以搜寻 搜寻的话 我们上个礼拜是找 切到 有没有 切到 Enter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切到我们好像是从 切到里面 找到第几个 好像第1 2 3 4 第5个的样子 这边就会有一个 台北市的那个 住宅切到点位资讯 那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你们在找开放资料的时候 可能要注意几件事情 第一个的话呢 你的档案格式 最好是找CSV 因为CSV直接 可以用以色列打开 这个第一个问题 所以如果假如说你是其他格式 像Jason 像XML 那开档 就可能会有问题 当然如果 假设你可以解决 你说老师 那我有学过 Jason格式 我要拿来用 可不可以 也没问题 以Seal 其实也可以处理 旁边这两个 只是说 大部分同学应该会有问题 所以我建议 你用的第一个格式 是CSV 第二个的话 打开之后 各位会发现 这边其实 会有相关的栏位介绍 然后还有下载的网址 这边有个检视资料 那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 它的编码格式 如果假如说 你是用Windows 的话 那Big 5 就不会是乱码 可是如果你今天 假如不是Big 5 而是UTF 8 那就会发生 乱码的问题 OK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你说 老师那乱码怎么办 OK 跟各位讲 如果是乱码的话 那你就不能直接下载 那怎么解决 乱码的问题 或许我们用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连结来练习 底下这个好了 桃园的好了 OK 比如说 我对台北市的住宅检查案件 我们上次已经解决三个问题 那同样的 如果我想要解决 同样的三个问题的答案的话 那根据桃园 是不是有不一样的结果 是不是说 桃园市是不是也是一样 从104年到110年 一样是治安越来越好 还是越来越差 这我没有答案 第二个的话 到底桃园的哪一区 是住宅窃道的热点 第三个哪一条路上面 也是热点 不知道 可是第一个 如果假设换一下 桃园的住宅 点进来 各位可以看到 它一样提供栏位名称 不过栏位名称 好像跟台北市就不太一样 因为它这个没有统一 第二个的话 我们看一下下载的网址 你可以检视一下 一样是CSV 这个OK CSV没问题 所以你们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是CSV 第一个OK 第二个的话 编码格式 UTF8 UTF8 特别注意 这个就是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那你想说 如果我用UTF8 会有什么问题 你试试看就知道了 点这个下载 然后把它打开 你会发现第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打开之后 马上变成乱 所以如果你是UTF8 请特别特别特别注意 你不能用直接把它打开的方式 那你要怎么打开 特别注意 开的方式 一一样开Excel 就是不是直接打开那个档案 而是你先开一个空白的 新生一个空白活跃部 原来这个把它关掉 这个不要存档 二的话 直接从资料里面 特别注意 从文字CSV 去把它汇入 那我放在哪里 下载区里面 这个档 OK 这个是我刚刚下载 然后是1102 底线1 这个 汇入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是UTF8的格式 请你从资料 从文字 找到刚刚的档 应该是这个 OK 然后呢 你会发现最大的差异在哪里 打开之后呢 它就会帮你打开 但是你想 老师还是乱码怎么办 其实最大的差别是 你可以选编码方式 有没有 原来的话 它是预设就Big 5 原来是Big 5 你打开 它UTF8 两边就冲 就不一样 所以就会乱 所以我们可以改成什么 往上拉 拉到大概一半左右吧 一半再上去一点点 那你可以看到 一半再上去一点点 会看到有一个叫什么 UTF8的选项 然后它的编号是65001 OK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卷轴 往上拉之后 改成什么呢 改成这个 UTF8 你在按载入之后 那其实就不会有乱码问题了 OK 我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乱码了没关系 点一下 然后往上拉到一半以上 UTF8 马上变成完全看得懂的状态了 有没有 所以特别注意 其实理论上开放式 大概就是两种编码 一个是Big 5 一个是UTF8 我好像还没遇过第三种 如果还有第三种 你就去选对应对的就OK 理论上应该没有UTF8 那你想说老师 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异 因为微软 他就想说那我最大 因为我是市占率最高的 Windows我占有率超过八成 Office也占有率超过九成 那我为什么 其他阵营都用UTF8 只有他用Big 5 那你想说那老师 你是不是就可以叫微软统一 他知道谁统一谁 他不听他的 因为是商业行为嘛 你不可能说我现在限制 你都用同样的编码方式 那微软也有话讲 他说我市占率比你们全部加起来 还要更高 你们所有加在一起都没有我多啊 那我为什么要听你们的 所以会有演变这种编码方式 不同意的问题 那你想说那个Big 5 跟UTF8有什么差别 其实最大的差别 在中文字数 Big 5大概只有收一万三千多个字 可是UTF8 至少两万多个字 那就会有一些问题 就是喊用字 有一些喊用字 在UTF8里面 所以不会打不出来 但是Big 5就会打不出来 有没有 可是这应该少数啦 因为大部分人都不会用到那些喊用字 所以也没有这个问题 那慢慢的 那个微软要顺应时代潮流 他要改Unicode 可是他又不跟人家用UTF8 他现在用UTF16 哇那就麻烦 不过没关系 这个是题外话 OK你就改UTF8 直接按载路就可以了 好 那载路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资料呢 就被我们载到我们的Excel 而且不会有乱码问题 OK 那不过你会发现他多了什么东西 他多了一个查询 然后他多了一个什么 你会发现他帮你把它弄得漂亮亮亮的 有没有 这边多一个表格工具 变成这样 这个格式 那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格式 你可以换 有没有 老师我不要绿色的 我要蓝色的 有没有按一下 OK 不要 我要橘色 OK 最近橘色比较流行 OK 橙色 OK 那当你想说老师那我不要任何颜色 你可以把它改成无就好了 清楚也可以 就没有颜色 OK 这个其实都可以调整的 好 另外的话 还有一点请各位注意一下 他汇进来之后 他会汇成一个表格 那什么叫表格 实际上就跟资料表很像 那这会有什么问题 因为资料表在Excel里面 将来在查询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错误 所以我比较建议 你可以按一下这个按钮 把它转换成什么 把表格 转换为范围 范围的话 比较像我们之前用Excel的方式 如果你不改 其实影响不大 可是我自己习惯是 会把它转换成范围 那你按一下转换成范围 有什么差异 你会发现 它会移除查询定义 也就是说 在查询功能 其实没差 按确定就好了 OK 这样的话就完成我们 汇入资料的动作了 OK 所以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 假如说你要用的资料 请各位稍微找一下 延续上个礼拜的练习 开放资料里面找切到 然后呢 请各位找到那个什么 台北市应该是 应该第五个吧 第六个这个是UTF8 你们练习看看 这个是因为它的资料是 UTF8的格式 所以你下载的时候 不要直接打开 打开会是乱码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用什么 资料里面这边有个 从文字斜线CSV 把它抓进来 那抓进来之后的话 假如说呢 我也想要知道 上次上课的三个问题答案 对于桃园市 有没有不一样 哪三个呢 第一个 年的部分 历年来的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有没有年 有 义尔 然后呢 有没有区 好像没有区 不过它有什么什么分局 分局跟区好像差别是 前面就是什么 前面两个字再加上区 好像就是它那个区 不过中立是不是中立是四 应该没有改成中立区吧 OK 不管 不然的话也许我们就简称好了 前面两个字 就是它的所在位置好了 OK 可能是区 可能是市 好 那我们来做一个统计分析一下 看看呢 这个结果会不会跟台北市差异很大 但是最后一个 比较大的差异在哪里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是什么呢 纬度跟金度 OK 它应该提供的是地址 可是它提供的是维度跟金 那怎么样把它变成地址 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先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试看 先练习一下 如果你今天遇到的是Youtube吧的话 记得不要直接开启 请各位利用那个资料里面的重文字 然后把资料给下载下来